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千呼万唤使出来 象征习近平领导中共进入新一百年的核心决策圈 二十大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终于公布于众 显示习家军经历了15年的升迁 最终成军 曾经发誓将自己贡献给中共的韩正汪洋 无论心中如何不甘 注定关键时刻要服从新的邦规 为党牺牲 北京时间10月23日中午12时05分 当习近平微笑着率领李强 上海市委书记 赵乐际中纪委书记 王沪宁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蔡奇北京市委书记 丁薛祥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李希广东省委书记 一起出现在六百多名中外新闻记者面前时 中共二十大最大谜团终于破谜 这既出人意料 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留任的赵乐际 王沪宁之外 李强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都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 利用所谓能上能下的新邦规 习近平一举打破了文革之后的潜规则 牢牢掌控党内最高权力机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不过 从中共二十大之前 北京当局各种举措 初访和高层人事调整来看 李强 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能够晋升此届政治局常委 至少在习近平的眼中是合情合理的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二十大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变化 今年三月因上海疫情爆发而采取封城 引发民怨的李强 不仅从众多官员中成功突围而出 其排名还超越了赵乐际 王滬林这两位现任政治局常委 仅次于习近平 依照这个排名 李强应是在明年中共两会上 接替退休的李克强 出任新任国务院总理 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中 王滬林以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身份排名第五 而赵乐际以中纪委书记身份排名第六 如今两人排名在二十大则倒过来了 赵乐际排名升至第三 有望接替力赞书担任下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 王滬林排名升至第四 依照惯例将接替汪洋出任全国政协主席 排名第五的蔡奇 在二十大中已经进入中央书记处 并且排名第一 因此不出意外 是接任王滬林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由于排名最后的李希 已经确定出任中纪委书记 因此丁薛祥应是接替退休的韩正 担任新一届常务副总理 以中共党内论资排辈及二十大开幕式座位安排来看 李强排名不及丁薛祥 蔡奇排名在李希和陈明尔重庆市委书记 李鸿忠天津市委书记之后 可见此次政治局常委人选 完全体现了习近平的个人意志 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中 赵乐际、王滬林虽然不算是嫡系亲信 他们在错综复杂的中共官场中 均与习近平有交集 也不得罪其他派系 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 一,则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上来的铁杆亲信 一切都要得益于习近平的仕途履历 2007年 习近平以中共储君身份晋升政治局常委 分管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 一个很有实权的办事机构 依照规定中办主任、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中央统战部部长、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都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因此习近平有机会通过中组部来了解高层官员的情况 2003年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 46岁的赵乐际晋升为青海省委书记 王滬林刚晋升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正部级一年 当时李强还是浙江温州市委书记 很快就晋升浙江省委秘书长 成为习近平的大秘 蔡奇历任渠州市委书记 台州市委书记 丁薛祥则是历任上海眨北区区长 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但习近平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 丁薛祥已是市委常委、秘书长 即习近平在上海的大秘 李锡先是担任甘肃城张业市委书记 但晋升甘肃省委秘书长不到一年 就转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07年习近平分管中共中央书记处之后 赵乐际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而王滬林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身份 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与习近平是上下级关系 在此期间 李强一直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 至2012年 蔡奇从杭州市长晋升为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的丁薛祥没有变动 李锡则从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 赵乐际和王滬林都晋升为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前者掌管中组部 后者依旧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身份 在习近平第一任中央总书记期间 李强历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代省长、省长、最后调任江苏省委书记 蔡奇历任浙江省委常委兼副省长 中央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政部长级 北京代市长及市长 丁薛祥历任上海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 中办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政部长级 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 再次成为习近平的大秘 李锡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辽宁代省长及省长省委书记 由此可见 李强、蔡奇、丁薛祥和李锡进入了晋升快车道 2017年 习近平开始第二任中央总书记之后 赵乐际和王滬林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从江苏省委书记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蔡奇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 丁薛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办主任 李锡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 如今看来 习近平的布局都为他们在中共二十大晋升政治局常委奠定了基础 从与习近平的关系来看 李强、丁薛祥和蔡奇都有习近平大秘的经历 而李锡则在担任习仲勋老部下 陕西老乡李子奇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秘书期间 就与习近平相熟 习近平主导能上能下的新邦规之下 虽然原则上韩正有机会留任政治局常委 无奈派系色彩太浓 与汪洋相比 出局确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团派出身的汪洋 一直被外界看好留任 并有望接替李克强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一职 不过他们的落选 从党性上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习近平有自己的高层人事布局 以及外交等方面的考量 尤其是涉及到中美关系 从中共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分工来看 韩正以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 主管港澳事务 然而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 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等 都彰显韩正在港澳事务方面的重大失败 最终不但导致蔡达峰 曹建明 陈竹 白马赤林 丁仲理 郝明金 爱立根一鸣八海 吉炳轩 沈月月 万二乡 王晨 王东明 吴维华 张春贤等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被美国制裁 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骆惠林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和国安公署署长 郑彦雄等涉港官员 及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香港特首办主任兼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 香港律政司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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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也均遭到美国制裁 2020年6月10日 美国150名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SC 发布一份报告 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 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 点名制裁践踏人权的中共高官 包括负责中共统战工作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负责港澳事务的韩正 以及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 时任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等 如今韩正汪洋不再连任政治局常委 陈全国吴英杰、赵克志、夏宝龙、 骆惠玲和张晓明等落选中央委员 大部分被美国制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也将退休 林郑月娥等多数港府官员也已离任 如此一来 在习近平领导中共新100年的开局中 已经基本没有遭美国制裁的核心领导成官员 尽管目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 但习近平第三任期内必然十分看重于美国的关系 这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至少在中共二十大高层人士方面 习近平要提前清除杜绝影响中美关系的潜在负面因素 因此韩正汪洋要为党的新百年事业而牺牲 中共党员都曾发誓要为党贡献自己 所以在某些关键时刻迫不得已屈服于论党性的淫威 当派系利益发生无法调和的严重冲突 并激发党性变成狼性的时候 习近平与习家军构建的家天下 则不可避免会面临着一波又一波无休止的血与腥风 好 关于习家军15年升迁成军 韩正汪洋为党牺牲的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